小朋友丟出手上的球打擊新冠病毒 體育課跑跑跳跳全程戴上口罩 防疫觀念不只融入課程 國小校園各個角落都看得到 照著口訣洗手保持1.5公尺距離 教室門窗全打開確保空氣流通 室內桌椅間隔前後超過一公尺 吃飯時中間還有透明隔板 這麼嚴禁因為近日才有四歲幼童確診 讓整間幼兒園必須停課 新北市長侯祐儀不敢大意 校園防疫成為重點 畢竟要保護身邊的周圍還有自己 我們都會體諒的就是會遵守 所有小朋友上課都戴上口罩 防疫到位不馬虎 不過現在卻傳出清明廉假期間 家長帶著小朋友啪啪走 卻沒有誠實回報 讓小朋友照常到學校上課 恐怕讓同學們都暴露在風險當中 那出國室這個部分我們都已經嚴格的 在了解當中目前還沒有發現這個狀況 會最嚴格也最快速的雷利風行 要求防疫先坐在前面 口頭上來跟家長說 盡量要提供正確的訊息 我優先 那不要有隱瞞這樣的情況來發生 處罰我們是沒有做特別的處罰 國內旅遊室難查證 清明廉假後校園防疫能不能守住防線 就看家長們能不能發揮防疫功德心 黃宇宣陳鑫 張苑春 新北報導